发言人自己登上这个媒体的版面 成为新闻的焦点 我觉得这就是不识认 我们可以看到新竹市真的从高宏安上任之后 过去的新竹 常常让人家在民进党主持的时候的新竹市 上到媒体版面是新竹的蜕变 现在的高宏安上任之后 新竹上到媒体的版面 要不是是新竹市长什么都不知道 他没有能力解决这件事情 要不然就是发言人自己变成主角 要不然就是建商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徐千情的角度来讲 他真的是完全已经不识认 不过真的苛求他也真的是 我觉得他也真的是有点委屈 因为你知道吗 台北市的发言人最近的接受媒体的电话 应该只有他的十分之一 因为你知道他现在是每天 几乎每天都有一报 而且这一报是他连他自己都掌握不清楚 甚至是连市长自己都掌握不清楚的资料 所以要发言人第一线来去做面对 真的也是委屈他了 但是如果真的不失认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掌握的话 也许徐千情要想一下 是不是要从这个位置就离开了 不要自己这个本来应该是要解决问题 结果变成一个制造问题的发言人 我觉得这就已经强调这个高宏安的风采了 听说之前我有听这个新竹市的议员曾经讲过 高宏安其实也很持续千情的处 曾经私底下还问过说 你觉得千情比较漂亮 还是我漂亮 所以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真的是一个议员说的 新竹市的议员讲的 所以如果连现在这么抢新闻风头 你都要跟高宏安一较高下的话 我觉得这真的是也太失格了 也许徐千情可以转换一下跑道 不要继续待在这个位置 如果连这种新闻都在风头上 你有可能一天接个几百通电话 都是非常正常 如果你连这种生活都没有办法能够升任 你离开这个位置是最好的选择 我以为你自己本身也当过发言人 你应该以前也遇过这种 很多事情要来问你的 那你会觉得很阿赞吗 那徐千情说因为压力比较大 如果你压力大的话 你会主动打给记者说 你怎么一次问那么多 阿赞当然会啦 工作的时候 这个佩军也是议员 议员接到的电话 绝对比发言人还要来得更多 所以你不会因为阿赞的时候 你那个 你不要再问我了啦 一天只能我接几个选民服务官 或是我一天只接几个电话 不可能有这种态度啦 所以我觉得徐千情真的是已经失态了 那这个这样子的失态 已经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处理新竹市政 甚至把新竹市 现在的所有的风波 能够一一的跟大家报告 反而制造一个 你知道是不是更小当上去啊 你就是不让人家问啊 因为你们市长问题很多啊 所以连发言人都不知道 所以你不要再来问啊 不要再来问我了 我觉得这样子反而 这个本来应该是配角的人 变成的是主角 我觉得强调了风波 而且也让新竹市真的是雪上加霜啊